好,各位小朋友大家好,今天要教什么呢?今天要教我们在操作部落格的时候,在文章中放入图片 好,在文章中放入图片 好,为什么要在文章中放入图片呢? 主要有两个原因,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用来作为说明 比如说我们在去某个地方旅游 然后在那个地方,比如说哪边有标志或坐什么公车 那我们可以用来说明 那这样可以比大家光看文字更容易了解当时的情况 第二个,有的时候我们单纯只是写文章并描述我们的心情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营造气氛 那至于插入图片的方法非常简单 第一个我们看,再按下 插入图片的按钮 这个位置有两个,等一下潘老师再来示范 第二个就是选择图片所在位置的相簿 那我们一定要 对不起,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图片 放进相簿 然后文章中才可以使用 或者我们一边写也可以 现在随一窝也可以 我们现场当场传 不过它一样需要你指定它存在一本相簿中 好,第三个 我们先放,我们先在第一行放入一张小图 用以吸引观众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潘老师之前讲过 图片跟文字来比较 图片能够吸引眼 更能够吸引目光 那好,我们再来看看 先放一张小图 然后最后再来根据文字的需要 来放图片 看文章写到哪里的 需要什么图片就来放 好,那这个讲完以后 我们来试试看 比如说我在这里先放一张小图 我这篇文章主要讲 运动会的种种状况 那第一个 按钮的位置在哪里 请看这边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两个功能都是一样的 好,按下去 这两个都可以 我们放大一点来看 第一个是这边 看到没 好,那第二个呢 在旁边这里比较大 看到吗 好,相片图片 对不起 最近老是按错按钮 下面图片 这两个按钮是一模一样的 好,那我习惯按这边 按下去以后 它就会问你 从相簿啊 还是从我的电脑 看到了吗 我们放大一点看 从随一窝相簿汇入 从我的电脑上传 好 好 那这个是 这个是旧版的 好,这个旧版 那这个是 插入编辑图片的连接 好,那这是旧版 那一般来讲 对不起 一般来讲 我们都选择 我们先把照片传好 然后我们就选择 第一个 从相簿 好,你看画面 视窗改变了 从相簿汇入 那这边可以选择 你的相簿的来源 好 我们选择从相簿汇入 那它这边会说 请选择相簿 那我们按下去之后 就可以选相 选 看你到底是哪一本 好 那我 凡老师示范了 我这本相簿呢 是在 教学示范用 好,教学示范用 好 你就选 你的花鼠移到哪里 哪一本相簿 就会反白变蓝 按下去以后 比如说我要选这一本 这一张图 我先把它打勾 看到没 打勾 我点一下 这边颜色变了 有没有 然后这边会出现一个勾了 我刚才这边打勾 好 好 那接下来在这边 我们要选择圆图 或者是其他的尺寸 我讲过先放一张小图 所以我们按这个下拉式 选单就可以选小图 好 按这里 选择最小 看到了没 好 选择最小 选择最小 好 选择最小 这个时候 按下 确定送出 好 确定送出 按下 确定送出 这个时候 图片就会在你的 那个文章编辑了 确定送出 好 你看 这边多了一张图了 有没有看到 好 这边多了一张图了 那可是这张小图 将来就小小的 那你 你可以在文章中啊 呃 到时候人家看到你张 你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先看到这个小图 诶 他如果有兴趣他就会 点继续阅读进来看 那我这篇文章打了啊 运动会精彩啊 大家这个 呃 呃 赛跑的项目啊 每个小朋友都拼益尽全力 然后我在底下放一张大的图片 看得比较清楚 所以我第一个游标先点在这里 看到没 好 我游标先点在 你要要显示 要显示图片的这个大图的位置 点一下 然后继续按下这颗按钮 还是一样跟同样按钮 我现在就不放大了哈 好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是点它 我们还是点它 只不过现在这里最小啊 我们改成选 大 好 选择大 我们来看一下 好选择大 那一般来讲 潘老师之前有教过你们 我们尽量不要在网路上 网路上其实选择640缩图就好了 所以并没有太多圆图或更大的这个问题 如果除非你有特别的需要 否则我们一般放 选择这个大 就很够了 选择大就很够了 好 我们选择大 好 继续按下确定送出 好 你看 在这底上就有一个大 那这张图片跟这个文章的宽度就差不多 好 这样你在 确定发表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预览 到时候 这边就有一张小图 人家滚到底下才看到大图 好 这样一方面可以吸引你的观众 来看去 根据这个小图 它被吸引了 它就会点进继续读来看 第二个也不会造成这个访客 一开始你就看到很多张大图 那你一篇文章 每一页都有图片 那它开启速度会变慢 那确定好了以后 你就把它按发表出去 按确定发表 这个都是一样的 跟我们之前教的这个方法是一样 那这样你就有一张文章中有附图片了 就一张有附图片的文章了 那以上教学希望你看得清楚 如果看不清楚 记得再重播影片来看 以上潘老师教学到这里 拜拜